小學 但沒想到出大包嘛 再來是國防部傳出是男女學生 在遠距教學的時候 全班都在上課 結果沒想到男女 居然在螢幕當中是視訊有問題 還是如何 居然上演性愛的相關影片 那麼結果呢 影片被側露外流重傷國軍形象 也讓國防部下令要處罰 那麼世界男女主角現在傳出說 有學長要嗆有所謂的報復行動嗎 不過今天學校方面出面回應 沒回這回事 三級警戒期間 全國停課不停學改採線上授課 沒想到國防政戰大學 卻傳出男女學生在視訊授課時 進行人與人的連結 世間主角男方為一年級學弟 女方則是他系二年級學姐 7月19號男方在家中完成線上點名 兩人就在眾目睽睽下上演活春宮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向來給外界嚴謹形象 學生鬧出醜聞 校方為之震怒 就連國防部長邱國正也下令必須延辦 但懲處結果都還沒出來 卻又爆出案外案 傳出事件女主角的男友放話要在27號暑期 軍事訓練課程報復這名學弟 但也另有一說學長姐不堪校慾受辱 要求學弟妹上繳自我懲處報告 被認為是動用私刑 校方趕緊出面澄清違反上課紀律的學生會 依據學責召開成評會 並予以適當的處分 另外策略以及傳散影片的人員 將一涉嫌觸犯刑法妨害秘密和散布猥褻影像等罪嫌 以送偵辦 軍方再三強調日後會嚴加控管學生紀律 必須身為我國一級軍事學府 將來可是要扛起保家為國重任 記者綜合報導